大家好,今天又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八卦 今次要講的對象就是閃靜峰 閃靜峰這件事真的很嚴重 他在1月21日早前 跟一些星夢學員一起直播音樂live show 期間就用了SARS疫情趕了一個援兆 23歲的他就聽到他其他學員都是03年出生 那時候他就說 什麼03年?即是SARS死症種? 是嗎? 接著他就三個學員同時都呆了 也有些人回應說 說這些什麼? 那一刻大家就做不到 那一刻當時這個閃靜峰就補獲 說說笑說笑 其實年紀就差不多 因為他們當時說這些年紀 他用這個SARS做說笑 他這句話是被網民罵爆 隨即就惹來網民的超級負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可以給我一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也可以按訂閱和按鈴鐺 就不會錯過精彩的片段了 言歸正傳 急急就有廣告箱割席 曾經Archie合作過3HK 在昨天她在Facebook發炎證聲明 澄清Archie並非她公司的代言人 急急跟對方割席 表示會保留一切有關追究權利 網民反應兩極 有些網民支持3HK 今次覺得好 有些網民表示要霸用3HK 我講回她這件事 事情發生之後如何發展 早前她也有宣傳新歌 這個閃靜峰 她一直未跟增她的社交平台 直到昨天下午她又上傳了公開信 主名是閃靜峰 再次向公眾鄭重道歉 她在封信寫說 本人是閃靜峰在網上直播不當的言論 向公眾和支持我的朋友作出道歉 尤其是本人言論對於痛苦經歷過沙士的市民大眾 和受害者造成莫大的困擾 而她亦在此再道自怯 事發在網上直播音樂會中 她跟其他表演者言談間以不當的言辭開玩笑 令公眾反感 再次她覺得自己過錯不專業和不成熟 令到受影響的人 向這些受影響的人和大眾自怯 當時廣告商也泛民去割蓆 非常之大影響 事後她亦被公司和父母信息 其實這件事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她說的這件事是得罪了所有香港人 她不跟雪姨 雪姨是針對茶餐廳作出的言論不當 有些支持茶餐廳的人 或者是那群在茶餐廳工作的人 是會不喜歡雪姨 但雪姨她也會有粉絲 那她原本喜歡她的粉絲 我想她也會繼續看她的影片 但這個閃正風 其實她只是剛剛出道 我講一下我自己的觀點 第一件事就是集體悲傷回憶 無可否認沙士這個是我們大家的一個很悲傷的回憶 全香港人在當時是很恐懼 以及很驚慌 每一天都會有十幾個人死 幾個人死 還有當時經濟流氏是塌到大家都很害怕 很多醫護人員、醫生、護士 都在這件沙士的肆虐之中死亡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痛苦 還有很多時候他們患有這些病之後 都有一些後遺症 那些人還是在 有些人還在生存 很慶幸他們沒有在當中而過世 這件事是集體回憶 絕對不可以用來開玩笑 對於這件事 我不知道她的態度是什麼 就是閃政風可能覺得她沒有經歷過 還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現在面對疫情好像是很輕鬆的 那完全兩樣東西 因為當時沙士是第一次經歷 就是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那種嚴重 就是那種嚴重性對比現在來說 就是全世界都在面對這個疫情 那我們都想了很多方法 或者可能是美國啊中國 就是大家都在抵抗這個疫情 那相對地那個死亡率也是在的 但是那時候的沙士 是沒有什麼人知道什麼是病毒 還有不知道什麼 就是知道這件事沒得醫的 而且短期內是會死的 這件事其實是對我們香港是有很深遠的影響 包括我們的衛生情況 環境衛生 為什麼我們這麼注意 為什麼我們對比美國 對比英國的人 戴口罩我們是很乖的 很多人出街都一定會戴口罩 但是對比美國、英國的人 外國人是比較少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經歷了這個 經歷了這個沙士之後 是一個很悲痛的回憶 甚至是不想回憶的 所以其實 這件事是帶給我們一個很深遠的影響 所以是絕對不可以用來開玩笑 第二件事我覺得是 這個沙士的個人問題 就是修養問題 一個正常人 你跟朋友說話都不會這樣 你說這些是詛咒的 罵了所有人全村的人 所以其實正常人是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 他這個是教養問題 一個個人修養問題 就是說話不是亂說 即使你是跟朋友一起 都不是亂說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有些人就說 他小時候而已 小時候不代表亂說 即是你小朋友幾歲的 父母都要告訴你 哪些應該說 哪些不應該說 即是他還要在直播上說 直播又不能去剪片 又不能剪走他 你真的說出去的東西 就是潑出去的水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這件事真的要去深刻的反思 那說回他的星圖 一定是很大影響的 你這件事 他是得罪了全香港人 所以其實 TVB會怎樣處理呢 會不會冷凍他呢 他的星圖一定會非常大影響 即是他不是說那些 出道了很久的歌手 他剛剛出道都這樣說話的話 其實他的星圖 可以說是 即是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繼續 因為別人 你為什麼可以出來唱歌 是因為 即是可能TVB捧他 那如果TVB都不捧他 或者覺得他真的不懂說話 就冷凍他 那其實他都不能走投無路 即是他不能可以有些什麼去有新搞作 那所以其實 他的口沒遮難呢 其實真的很應該去反省他自己 那還有他出道的時間不長 又有 已經有不少的演出機會 那麼好的星圖 就因為他自己一句說話 而毀滅了 那是不是應該好好反思一下 那麼其實我各隻各隻得對的 怎麼說好呢 他講這句說話 就是得罪了全香港人 他不是得罪小說的人 是全香港的人 那麼大件事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本身就 不具備這個代言人的 一個好的形象 即是他講話根本就是 口沒爹辣 就是自己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那麼這件事 尤其是沙士這件事 真的不可以用來開玩笑 因為當初 即是 是非常之悲哀的 即是我記得那時候看電視 即日日是 十幾個人 有 有 即是十個 一百個人感染 即是那時候真的很恐懼 還有 還有 不知道可以怎樣去做 因為那時候 沒有參考資料 也都不知道怎樣去解決 這個 即是 疫情 這個 示弱 所以其實當中是非常恐懼 那麼我自己覺得 都是一樣 即是 無論 零星也好 個人也好 即是 都不要拿沙士這件事 去做一個 跟現在比較 沒得比較 沙士那時候 技術 沒那麼好 醫療技術 不及得上 現在這個年代 加上 大家的意識 都不是那麼強 那時候 所以其實那時候 是非常之嚴重 即是 不知道怎樣去 醫療那些人 也都 只知道沙士沒得醫療 然後短期之內 你是會有死亡的可能性 即是 所以我自己覺得 即是 現在那些 千禧的小朋友 即是 沒有經歷過沙士 也不要緊 但是 真的要去知道這件事 是一個 集體的悲傷 沒經歷過 不代表你是要拿這件事 去 去 去 用來作一個 換兆 那說一下網民的評論 那第一件事 就是 有些網民也都有說到 我剛才說的那件事 就是 修養這件事 即是修養這件事 即是一句說話 真的有反應 你自己個人修養是怎樣 即是如果你修養好 你是不會這樣說話 那還有 你也會知道這些事 也都不是 去對大眾去說的 那還有 有很多的網民也都說 那就覺得 本身的感覺 整班星夢 就乖乖很有禮貌的 但怎麼知道 給他一個 就是 老鼠屎 這樣說完之後 哇 整個觀感都 都會差 然後 然後 就有些網民說 他是 富二代 那就是不知道他 是不是富二代的 那也都 有些網民說 這樣都說得出口 證明他人品是極差 那也都 有些網民就覺得 他一直都很假裝 就原來是真的 那當時呢 也都有一些網民呢 就 說 你究竟知不知道 當年沙士是有多麼慘痛的 很多人都 進了ICU 醫護人員都中了 甚至 就算 這麼大個人 不懂得分 都知道有些事情 是不能說笑的 那這件事 我都很認同 就是 你都知道 什麼是說得 什麼是不能說的 那還有 有很多人都是說 他的修養問題 那也都 有人是 就是 評價 就說 說錯話而已 但是說錯話 這件事呢 就公關災難 就是 你說錯一件事 就影響很多的 譬如 整個 星夢傳奇的 形象 那些人會不會繼續看你呢 還有很多網民 就覺得他很黑心 說出來的字眼 是非常難聽的 那這件事是一種觀感來 那影響到 尤其是香港 即是一影響到觀感 就形象插水的了 年代 不僅是他 他整個星夢傳奇 他的代言人 就是他 代言的一些廣告商 都會被影響 那所以 其實 看回網民的一個觀感 都可以知道 其實他說這句話 真的要好好反之一下他自己 說話 是不是口沒遮難 是不是平時 要多些訓練一下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給我一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也可以按訂閱 按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正常的片段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